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今天的这集录音中 我想来跟你聊一聊 我们的这个灵性学习 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落地 那我们这个中国文化 向来是注重现实跟现实的 就是凡事要讲求落地 那就连信仰也不例外 理论上这个 灵性或者信仰的部分 应该是要带我们 超脱这个城市嘛 但是你看一看这个佛教 本来讲求的是要出世 是要断轮回 但是一千多年前 传进来这个中国之后 那就变成怎么样了 讲求孝道 然后帮这个老百姓 举办各种水路法会 帮人消灾解恶祈福 然后到处去做功德 然后做功德 求的当然也不是断轮回 而是来生的富贵 那真的在这个佛教里面修炼 而且真的是要断轮回的人 说实在的没有几个人 那这样的一种要求落地 凡事落地 它可能有好也有坏 一方面可能可以避免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变成打高空 但是以我目前的观察 其实在华人圈里面 就是不管灵性圈 奇迹圈 这个只说不做的这个问题 依然非常非常的严重 但是这个要求落地也有坏处 因为你一直去要求这个修行要落地的时候 往往就变成希望可以快速产生有形可见的结果 比如说怎么样快速让我可以致富 或者说赶快让我的身体生什么病可以好起来 或者说让身体更健康吧 或者说让我这个家庭关系 可以很快的有明显的改善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会觉得 那我修这个到底有什么用 那这样的想法呢 就会让很多人就变成上不去 一直在落地吧 就上不去了 那毕竟呢 真正的修行 他的目的应该还是在于 超脱身体 然后超脱这个凡尘俗事嘛 又或者说 就是不管你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都可以平安 这个才应该是我们修行的真正目的 那尤其是现在的现在的人 就是往往非常的急功近利 一个法门 如果学个三五个月 没有什么具体成果的话 可能就果断放弃了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 什么叫做落地 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底要不要让这个修行落地呢 那我的答复是 当然是要的 要不然你这个修炼 很可能就会变成打高空 那以奇迹来说呢 就是说得一口好宽恕 但久而久之就发现还是一样 这个问题的症结 还是一样 甚至连问题的形式也都还差不多 甚至可以数十年如一字 那但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好像有在修 所以就可以自欺欺人说 你看我有在修行 这个就是没有落地 但是所谓的落地呢 也绝对不是变相的去追求 俗世里面的这些东西 不管是身体健康 是人际关系 还是金钱 还是什么 那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幻象嘛 那并不是说这些所谓的幻象 就不好 或者说就有罪 或者就说 你不应该去拥有或得到他们 而是说 即便你得到了他们吧 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实现 你修行的那个最终目的 就是找回你内心的平安跟圆满 因为幻象就是幻象 那所以你即便拥有再多幻象 就是他都没有办法真的实力圆满 或者平安 那当然你有可能因为 这个修行或者学习 那你自然而然的 去获得了某一些幻象 但是我们也要常常会来自我提醒 就是那些只是附带利益 就是并不是我们修行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所以这个真正的落地 他讲求的应该是 你怎么样能够去活出来 那以奇异课程来说 就是去活出那个正宽术的精神 那奇异课程在他的这个教室指南里面 他就有强调了 就是说这个教与学到底是什么 那么在奇异课程里面 但凡你读到教或者读到学 其实都是活出的意思 那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去活出宽宿的精神吧 但不是整天去关注别人有没有活出宽宿的精神 或者关注别人又怎么怎么小我了 而是要关注自己 那怎么样能够去真的在自己身上活出 那就是一定要对境操练嘛 就是把你一天一刻的宽宿练习 用在每天引发你不平安的那些人事物上面 也有可能是你去回忆起某些人事物不平安 那就是你的宽宿课题 那么奇异的学习主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内在的信念 所以它当然不一定会改变你的生活 就是你的外在生活 就是你可能还是照常的工作 照常的照顾家庭等等这些 这些就不一定会有所改变 那以我自己来说 我学了奇异课程十几年 就是我是从心境到外境 都有非常大的改变 但是这个并不一定 我也见过有很多人 就是说他的心境有了很大改变 那外境至少我们乍看之下 好像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奇异课程主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境 而不是外境 那很多人会把这个落地就错解为 这个好像外面要有什么改变 要有什么有形可见的改变 不过可能跟很多人所想的不太一样 就是奇异课的学习 虽然会让人越来越靠近天上 但也不会让你在这个地上就过得更不好 或者说就让你变得更照顾不了你在地上的生活 或者说必须在这个地上要过的所谓很出世的那种生活 什么都要非常的简朴 然后也花很少的钱 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 那以我自己来说 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幻象里面的生活是很多才多自然 只是我不会一直拿出来去跟大家强调这个部分 因为那毕竟不是我们学习一个人的主要目的 那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奇异的学习会让我明白 就是不属于我的 我就应该要及早放手 那然后这个奇异的学习也让我的心变得比以前要敞开很多 那当你的心敞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物跟可能性 它就会进得来 那往往是在你意料之外的这么一些东西 所以你的生活可能会变得 也可以变得多才多自 那不过这个呢 也是附带地义 那也不是我们学习其客人的主要目标 主要的目标还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灵 能够在面对各种静的时候 人事竞相的时候 都能够长保平安 长保圆满 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更多的学习呢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说是微信公众号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学习的材料跟财宝 可以去挖掘 那如果你想要深入学习 那希望你的学习可以真正落地的话 那么也很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这个网路课 或者说这个实体课 那最后呢 也很感激最近给我们团队赞助的同学 让我们可以持续给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 并优化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服务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你有所获益 那我们就下期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